这天,凯文去找了凯特 他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宣布 托比打去说 难不成他把别人的肚子搞大了 他的笑容僵在脸上 托比和凯特也瞬间傻眼了 随后,小美从车上下来 得知他怀了凯文的孩子 而且还是个双胞胎 凯特非常震惊 很快,兰德尔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由于疫情发生了 凯文打算租一间房子 用来和小美一起隔离 可小美拒绝了 他不想完全依附凯文 于是提出 自家还有一间小客房 凯文不嫌弃的话可以住下 打开门,凯文傻眼了 没想到,看似大大咧咧的小美 居然喜欢收藏日本文化 这时,兰德尔也发来一条消息 虽然之前兄弟俩闹得很不愉快 但得知凯文要当爹了 兰德尔还是送上祝福 凯文犹豫了很久才回复 他本来想说很多话 最后却只打出了谢谢两个字 夜晚,小美发现凯文有心事 想到他马上要过40岁生日了 小美提出回目屋看望利贝卡 贝斯也在和兰德尔商量回去的事 但兰德尔并不想答应 近期因为大环境不好 黑人在社会上遭受歧视 兰德尔的压力很大 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接受线上心理咨询 贝斯认为散散心对他有帮助 于是一家人陆陆续续回到了木屋 凯特和托比的问题已经解决 夫妻俩想再收养一个孩子 正当利贝卡为他们开心时 房间里的小美不小心摔倒了 随着态动停止 小美和凯文都很慌乱 凯文打算叫上凯特一起去医院 小美却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坚持要自己去 他们离开后 利贝卡也要去城里办点事 凯特担心她的身体想要陪同 可她认为路不远 自己走过很多次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此时小美也躺在了诊所里 不幸的是 医生只听到一个心跳节奏 也就是说 双胞胎很有可能夭折了一个 看着心痛万分的小美 凯文的心情也很沉重 小美没有任何犹豫地说愿意 她知道凯文已经在改变了 当医生拿着仪器走进来 两个孩子的心跳声都被检测到了 虚惊异常 让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 又一个噩耗传来 利贝卡在去城里的路上病情发作 不仅把路人看成了威廉 还忘记回家的路了 凯特在家焦急地打电话 终于听到有人敲门 回头一看 却发现是凯文和小美 就在凯文打算出去找的时候 警察打来了电话 随后利贝卡被送回家 看着孩子们担心的眼神 她感到非常沮丧 而凯文无意间说出了 小美妊娠反应严重 更是让她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凯特开始担心接下来的一切 突然房门又被敲响了 原来凯特刚刚联系了兰德尔 尽管自己的状态非常糟 但出于对母亲的担心 兰德尔还是来了 兄弟俩客气地寒暄了一下 然后凯文赶紧解释 这之前母亲的状态一直很好 谁也没有预料到现在这种情况 兰德尔没有经历质疑别人 她来到楼上 静静等着母亲醒来 母亲对她的出现很是意外 因为贝斯之前在电话里说 她其实并不想来 聊着聊着利贝卡提到了威廉 自从谈过临床试验后 利贝卡时不时就会想起她 还有这些年一直瞒着兰德尔 让利贝卡常常伴有愧疚 兰德尔想说一切都过去了 眼里的情绪却被母亲一眼看穿 为了不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利贝卡将临床试验的事提上日程 兰德尔懊恼自己不该强迫她 可现在来看 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了 毕竟谁也不能确保 下次会发生什么事 房间里 凯特劝凯文和兰德尔谈谈 她明显感觉到兰德尔这次回来 对大家的态度很奇怪 而且今天又是他们共同的生日 凯特不想这样度过 另一边 米格尔同样很沮丧 最开始回幕屋 她只是想陪利贝卡小住一段时间 直到发现利贝卡慢慢好转 脸上又多了笑容 才愿意一直住下去 而这次的事件像一盆凉水 彻底浇灭了米格尔的信心 托比听到安慰她 自己每天早上 都会服用20毫克的抗疫药物 本来以为吃一段时间就能停药 可医生却说是一场吃酒战 曾经托比觉得 生活总是一眼望不到头 她期盼着有一天不用再吃这些药 她很理解米格尔现在的心情 但最难受的是利贝卡 看着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她才是需要安慰的人 聊过之后米格尔的心情缓解了 紧接着利贝卡的医生打来电话 就在米格尔想和她好好聊聊的时候 兰德尔听见走了出来 米格尔很诧异 因为她并不知道利贝卡在吃这种药 而且还会和其他药产生药物反应 医生的话让大家很感谢兰德尔 她总是想得最细致的那个人 就在大家以为她今晚会留下来的时候 她却说贝斯在家安排了其他活动 今年的生日不能一起度过了 凯特追出去让她和凯文谈谈 没想到她直接拒绝了 还表示家人从来不了解自己 就像近期发生过的黑人事件 他们只知道她心里不好受 却不知道具体因为什么 事实上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电视上就播过黑人被杀害的新闻 而当时没有一个人来关心过她的感受 兰德尔的话让凯特陷入了沉默 尽管她说这次的确感到很难过 可兰德尔还是觉得她在狡辩 毕竟过去的40年 他们连一次都没有好好聊过 说完兰德尔头也不回地走了 突然凯文又追了上来 他再次对兰德尔表示感谢 还说小美怀的是一对双胞胎 而兰德尔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兰德尔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经验 凯文还想说些什么 但兰德尔以一句生日快乐 结束了这次谈话 路上兰德尔想了很多 他打电话给心理医生 表示自己的状态很糟 但因为医生是白人 又感觉很多话说不出口 为了有效治疗自己的病情 兰德尔打算换一名黑人医生 而另一边在孩子们走后 利贝卡才露出最脆弱的一面 他从不担心忘记那些大事 只是害怕忘记孩子们小时候 那些普普通通的周六 还有那些来自一个温暖家庭的回忆 听着利贝卡的话 米格尔把他带到了院子里 中间的枯树已经被砍掉了 新的树苗很快就会长大 而他只希望利贝卡能慢慢来 等到小树结出果实的那一天 之后的很多天里 兰德尔分别面试了 不同的黑人咨询室 但每一个都不合他心意 让他完全得不到帮助 凯文彻底走进了小美的生活 他们因为孩子定下婚约 可真正同居后才发现 不论是生活习惯 还是兴趣爱好 他们之间都大有不同 凯文每天要健身两次 尤其在拿到新的角色后 只能涉入鸡胸肉河水 小美依照她的饮食习惯生活 久而久之却觉得沮丧 不同于托比和凯特的无话不谈 他们之间总是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每当小美脸上有失落的情绪 凯文总以为自己哪里做错 这天在街上碰见凯文的粉丝 小美不得已也要戴上口罩 察觉到她不开心 凯文合完照就跑过去追问 终于小美忍不住了 她大声说凯文根本不了解自己 因为上了一次床就定下婚约 他们完全可以说是陌生人 回到家 小美试着贫富情绪 她坦白自己患有近视障碍 所以每一次吃饭都是个巨大的问题 而现在有了宝宝 却不得不逼着自己去吃 听完凯文才意识到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了解对方 为了让宝宝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凯文也学着打开心扉 每一次塑造角色 她都要在身体管理上下很大功夫 突如其来的孩子 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 这一切都让她觉得很糟糕 所以她才把自己关在车库里健身 仿佛这样就能躲避掉那些压力 看着如孩子般脆弱的凯文 小美决定给彼此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 往后 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 可就在他们期待孩子快点降临的时候 凯文的工作突然出现了变故 经纪人通知她要出差四个月 而小美 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 为了尽好一个父亲的责任 凯文果断推掉了这次拍摄 可小美不愿意让她这么做 表示既然是来之不易的机会 还是放手去做吧 随后 凯文去收拾行李 看着忙碌的她 小美第一次意识到她工作的特殊性 如果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凯文或许要放弃一些东西 去机场的路上 凯文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和小美变成了一个整体 看着手机上的合照 凯文想起了自己的上一段婚姻 那时正是她事业的上升期 在爱情和面包之间 她果断选择了后者 所以才导致失去了索菲 于是给兰德尔打去了电话 可兰德尔的声音很平淡 让她话到嘴边又憋了回去 转眼三周过去了 凯文紧张地练习台词 她将要和一位超级大腕眼对手戏 为了把握住机会 她一遍又一遍地背着台词 凯特像以往一样打来电话 有了她的鼓励 凯文也更有信心 可随着拍摄开始 小美突然打来了电话 不难听出小美的声音很紧张 连想到她独自一人 凯文也变得忐忑起来 导演在旁边安慰 并催促凯文时间要到了 导演安排凯文明早可以回去 可凯文根本进不下来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后悔 凯文这次做出了决定 出来后 凯文第一时间打给小美 听到她已经在回的路上 小美很是诧异 不过因为事情发生得太仓促 凯文没能赶上回程的飞机 一路上还不断被剧组电话轰炸 指责她没有职业素养 面对这些状况 凯文关心的只有代产的小美 此时小美已经来到了医院 但她身边没有人接待 只能坐在长椅上忍着剧痛 听到这凯文赶紧联系私人病房 由于一时分神 她差一点就出了车祸 小美的声音是颤抖的 凯文不停安慰她 自己一定会在她生产前赶到 过了一回 小美终于被安排进病房 幸运的是胎儿发育正常 孩子的健康不会有问题 但医生也说 这次不是假工作 小美的确要生了 听完 凯文更加着急 就在她火机火辽往回赶的时候 路边发生了一起车祸 她本来想报警离开的 可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丢下车主又不确定 她是否能活下去 纠结了半天 凯文还是选择救出车主 把人送往医院 在这过程中 她遗落了自己的症见 路上车主向凯文表达感谢 凯文说 自己很有可能要错过航班 错过孩子们的出生 错过他们最重要的时刻 车主表示 她也有三个孩子 他们不记得幼儿园之前的任何事情 所以 这不算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反而凯文是大明星这件事 他们或许会永远未知骄傲 凯文完全不认可这番话 因为他的父亲杰克就是一名普通人 但他带给凯文的影响 却是永远存在的 说着说着 车子终于抵达了医院 在确定车主没有大碍后 凯文立马往机场的方向赶 好不容易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 办理登机时 凯文才发现证件不见了 就在凯文试图和工作人员商量时 小美已经进入了产房 准备生产 看着身边只有一名护士 小美感觉到非常无助 这时兰德尔打来了电话 他们夫妻也在来的路上 原来刚才母亲联系了兰德尔 得知凯文赶不回来 小美又独自一人 兰德尔当即决定带着贝斯出发 为了不让小美感觉孤单 她还提出开启视频通话 面对如此温暖的一家人 小美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 通话中 小美一再表示自己可以应对 但兰德尔坚决不挂断 非要等凯文赶去了才挂 或许这就是他们两兄弟的相处之道 不管心中有多么深的介怀 总会在彼此需要的时候出现 又一次公缩时 小美疼得眉头紧重 她不确定凯文能不能感到 而兰德尔却相信她的兄弟 一定会说到做到 当护士进来打麻醉纸腾针 小美看见细长的针管大惊失色 为了不让她害怕 兰德尔想尽办法吸引她的注意力 听着兄弟俩小时候的去世 小美的脸上很快有了笑影 尤其在听见兰德尔五音不全的嗓音 小美更是哭笑不得 也就在这时 产房的门被推开了 凯文果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在小美生产前赶到 当得知兰德尔陪伴了小美好几个小时 凯文的心中更是充满感激 但他们兄弟之间什么都不用说 仅仅是一个眼神就胜过一切 通过今天的这件事 凯文决定不演电影了 她不想再因为工作 错过人生中每一个重要时刻 不知不觉间 凯文和小美组建了一个家 小美生产时 凯文仅仅握着她的手 这一刻 他们肩上承载着父母的责任 比尔一女顺利出生 意味着大家庭里又多了两名成员 凯文将第一通电话打给了兰德尔 他说 自己在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很害怕 直到走进产房 听见了兄弟的声音 才彻底放松下来 凯文再一次向兰德尔表达感激 兰德尔却说 不管任何时候 你永远是我的大哥 有了兄弟的理解和支持 凯文决定浪子回头 做一名好父亲 四天里他只睡了六个小时 虽然情绪上有些烦躁 但只要看见小美和孩子们 他就会组建起自己的内心 此时 小美提出了回家 想到之后没有了护士的帮助 凯文感觉非常头大 开车回家的路上 凯文发现身后有狗仔跟踪 他本来想开快点甩掉 可狗仔却像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甩也甩不掉 烦躁的心情 在此刻爆发 凯文直接下车 对着狗仔咆哮 狗仔却临危不乱 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相机 眼见凯文就在爆发的边缘 小美也赶忙下车 转过身后 小美笑着向狗仔道歉 她说他们刚刚成为父母 所以才有些烦躁 还让狗仔留个手机好 以便凯文每周二健身的时候 自己会联系他 果然 狗仔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凯文纳闷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却安慰凯文 怒气逼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此时的凯文更需要休息 路上 换小美来开车 凯文在睡梦中看见了父亲 他忍不住询问 父亲是怎么把他们养大的 没想到 父亲说这一切其实很容易 因为家人就是他想拥有的全部 只要秉持着这样的想法 就会发现一切变得简单了 这一刻 凯文似乎知道了 自己想要什么 当他迷里乎乎地睁开眼 小美和宝宝已经下车了 他推开家门 问小美为什么不叫醒自己 小美却说 想让他多睡一会 而且自己完全可以照顾两个宝宝 看着小美身上母爱的光辉 凯文的心也渐渐平静了 随后 他提出了结婚 虽然之前已经定下婚约 但他总觉得欠小美一场婚礼 他想买一款小美喜欢的戒指 然后告诉所有人 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 小美幸福地笑了 之后的日子里 照顾孩子变成了 他们肩上最艰巨的任务 因为孩子实在太小了 凯文干什么都是小心翼翼 小美付出的更多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只要听见孩子哭了 他就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这天 托比和凯特过来探望 在小美怀孕生产的这段时间 他们也收养了一个孩子 凯文和托比交流着 如何照顾孩子 可两家经济条件悬殊 很快就让托比感觉到了不舒服 饭桌上 凯特不止一次地打破尴尬 虽然托比不像凯文那样有钱 但在他心里 托比已经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分别时 凯文向托比道歉 他的本意并不是炫富 而托比也因为凯特的理解 毫不在意地握手言和 这天 叔叔尼克也来了 事实上 凯文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 就用到了尼克 为了能给他一个惊喜 尼克也不远万里 做了好几次的核酸检测 才成功找到这里 凯文感激叔叔做的一切 而等到大家都睡着 尼克也来到了宝宝的房间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两本书 表示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或许是之前 错过了凯文他们的成长 尼克对两个孩子格外有感情 也希望哥哥杰克 如果知道了这件事 也能原谅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误 隔天 凯文和小美开始计划婚礼地点 尼克认为 自己作为叔叔 应该帮他们全权负责 可米格尔也来了 还说自己列出了详细的清单 因为他过去和杰克是好兄弟 还亲眼见证了杰克对利贝卡的爱 尼克对他很有敌意 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 想都不想 直接拒绝 当米格尔说 自己会和利贝卡一起敬酒 尼克更是直接表明他没有资格 正当凯文想要调解的时候 米格尔严肃地说 在杰克去世的13年后 自己才和利贝卡结婚 还记得 杰克要求婚的时候 米格尔配合他排练 还一起帮他布置了求婚现场 利贝卡的父亲一直不喜欢杰克 当他讽刺杰克没有能力时 也是米格尔站出来说 杰克是一个绝顶优秀的人 利贝卡嫁给他才是三生有幸 因为早在被迫参加乡村俱乐部的时候 杰克就放下了他能放下的一切 包括心里的自尊 这番话 成功引起了利贝卡父亲的反思 而这也证明了 米格尔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或许 他现在欠杰克一个解释 但除了杰克之外 他不欠任何人 夜晚 尼克将电话打给了米格尔 他为自己的事态道歉 却没想到米格尔告诉他 在杰克和利贝卡结婚的时候 自己作为杰克唯一的朋友 却并不是他的伴王 其实 杰克心里一直记挂着尼克 只是不愿让大家看到 最后 米格尔邀请尼克一起彩排敬酒部分 而凯文也打点了兰德尔 受上一辈的影响 凯文意识到 有些话如果不说出来 可能造就一辈子的遗憾 他希望结婚时 兰德尔是他的伴郎 于是提出了见一面的想法 要和兰德尔好好聊聊 还记得凯文当年独自去洛杉矶时 兰德尔不管学业多忙 都会抽空和他见一面 兄弟俩吵过闹过 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所以凯文隔天就飞了过来 当兰德尔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他直接切入主题 表示非常理解兰德尔 从小生活在一个白人家庭 所经历的不容易 上学时 他遭到的歧视 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作为兄弟 凯文对当时的默不作声道歉 可兰德尔似乎并不接受 甚至还怀疑凯文此刻的情感 不过是演员的基本操作 看着兰德尔去外面透气 凯文的情绪也绷不住了 他问兰德尔到底想怎样 兰德尔却一直纠结 他从前不顾及自己的感受 现在才来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就像小时候 凯文什么都要和兰德尔比 明明坐在同一排停客 凯文总觉得兰德尔的位置更好 一起打出租车出门 凯文对黑人司机很不尊重 甚至还频繁强调他们是兄弟 只不过肤色不同 让兰德尔陷入难堪 那是兄弟俩唯一一次大打出手 也正是因为这些过去 兰德尔才拒绝接受凯文的道歉 由于出门时没拿钥匙 兰德尔去找了房东 房东一眼认出凯文是大明星 可兰德尔却说 房东去拿钥匙后 兄弟俩再次展开对种族歧视的讨论 凯文认为兰德尔误解了自己 只是年轻时犯下了一些错误 就上升到了种族歧视 兰德尔觉得重点不是这些 而是在自己学习好的时候 凯文叫他卡尔顿 他不听说唱类的歌 凯文就吐槽他不懂那些歌词 他觉得如果自己是白人 可能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吵到最后 凯文说什么都没用 小时候兰德尔常常因为没有朋友 只能和游乐场里的玩偶说话 每一次看着餐桌前的家人 他总感觉自己是格格不入的外人 长久以往压抑占据了他的精神世界 看着他难以袒露的另一面 凯文承认过去忽视了太多 他希望兰德尔来做他的伴郎 因为不管过去还是现在 他们都是不可分割的亲人 最后兰德尔也释怀了 他只是压抑了太久 才会说那些伤人的话 在他心里 家人总是第一位的 所以不管是小时候受到了忽视 还是长大后发生争执 他总能理解每个人 从而不去记恨 隔天凯文回去后 准备陪小美去选婚纱 小美说凯特邀请了他们的母亲 但她很担心 利贝卡并不喜欢她 毕竟之前见面时 她的身份是凯特的朋友 而这一次变成了凯文的未婚妻 凯文陪她演习了一遍又一遍见面的场景 可真到了选婚纱的时候 相处远比想象中轻松 就在小美开心 自己能融入这个大家庭的时候 爸爸发来的一条信息 直接令她泪流满面 由于工作原因 小美的爸爸来不了了 这对一个要结婚的人来说 是一种非常大的失望 利贝卡抱住小美安慰 其实她一直后悔 在凯特结婚的时候 自己没能按时出现 听着她鼓励小美的话 凯特也反思了这些年的不懂事 但利贝卡并不会真的责怪她 母亲对孩子的爱 总是无条件的 记得杰克去世的那段时间 利贝卡每天都无精打采 她想让凯特有些事做去公司面试 可凯特去了一家餐厅打工 还表示母亲不该对自己寄予太多期望 因为她既没有兰德尔那样聪明的脑子 也不像凯文那样优秀帅气 父亲的离世 让凯特重新陷入了自我怀疑 但利贝卡并没有就此放弃她 而是尊重她的选择 让她一点点摸索着长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一家人的感情才越来越深厚 为了庆祝凯文结婚 男士和女士们分别要办一场派对 可就在凯文收拾东西的时候 前妻索菲突然打来了电话 这是离婚后 索菲第一次主动联系凯文 她在杂志上看到了凯文订婚的消息 不知是出于恭喜 还是出于对过去的遗憾 她打来了这通电话 凯文听见心里酸酸的 要知道索菲是她的初恋 他们熬过了漫长的异地恋 见证了彼此人生中的低谷 却没有相守一生的运气 但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生活 毕竟圆满只是一个形容词 第二天凯特带着大家来给小美送惊喜 为了让小美记住这一天 凯特专门邀请了一名脱衣舞男 只是当男人摘下口罩 小美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原来她曾和男人约会过 只是体验感并不好 男人对她没兴趣后 才用冷暴力进行分手 以至于她很长时间没走出来 听完了小美的故事 利贝卡要求男人站在院子里 然后他们像临摹动物一样 让对方休得只剩下一块骨 当大家举起酒杯 小美心里非常感动 不过她很清楚 凯文之所以和她结婚 一半原因都是为了孩子 而且他们对对方缺乏了解 就比如玩互猜游戏的时候 凯文可能懂小美生完孩子后很累 需要睡个好觉 却回答不上来 小美梦想中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看着小美一直在尴尬逞强 凯特不禁想起了曾经去木屋的时候 凯文抱着索菲说 自己的梦想就是和她倒白头 爱与不爱的痕迹很明显 但这同样也是凯文的困惑 蓝德尔把凯文带到了大家面前 最先发言的是托比 他说他一直喜欢看浪漫喜剧 生活中的不容易 总需要靠电影中的完美结局去填补 尤其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 很多事都是力不从心的 尼克表示自己无法感同身受 他唯一的一段恋情是在50年前 然后被他搞砸了 失去了第二次机会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责怪自己 所以才总说凯文和小美是机缘巧合 不然就不会在一起 这时 米格尔打断了三人 他说人生有很多命中注定 就比如他和利贝卡 明明是没有缘分的两个人 却机缘巧合组建了家庭 他希望凯文明白 很多关系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既然遇见了就要好好珍惜 女士们的派对结束了 当家里只剩下凯特和小美 凯特突然问小美现在幸福吗 小美苦涩一笑 并说道 自己从未期待过凯文 他拥有超棒的身材和当红的名气 但这些都不是小美想要的东西 他只希望他们之间有爱 而不是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 夜晚 小美反复看着互猜游戏的视频 他清楚地感觉到 在谈到未来的时候 凯文是迟疑的 于是 当凯文第二天回来 和他讨论婚礼进行取食 他整个人都心不在焉 直到被凯文的声音拉回 他才试探性地说道 距离结婚还剩下几天 可能是凯文唯一能逃跑的机会了 凯文笑称 自己的脚已经被钉在地上 可当小美让他练习一下婚礼试词 他又再次选择了推托 转眼到了婚礼的前一天 为了给小美梦想中的婚礼 凯文对所有事情亲力亲为 婚礼流程是小美设计的 他想在圣坛上念试词 可工作人员却临时告诉凯文 圣坛他了 没法重建 可能要在许愿树下念试词了 凯文一听 当即选择了拒绝 他不想辜负小美的期待 还说他们之间 本就没有浪漫的事可用来回忆 所以必须要把圣坛修复好 在凯文忙着让小美如愿的时候 小美却看着誓词紧张起来 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 一想到那个场景 就非常没底气 凯特安慰他 不要在意别人的目光 当你对一个人的爱 到了可以做出承诺的时候 意义就远超过了言语的表达 记得凯特和托比结婚时 他们的眼里只有彼此 而利贝卡和杰克年轻时 也在孩子们面前 重演了一遍婚礼现场 虽然那时他们已经结婚多年 但他们看向彼此的眼神 却充满了爱和理解 为了尽快搭建好圣坛 凯文几人分工合作 托比在弄鲜花时 说了句木碑镇的台词 这让凯文心烦意乱 兰德尔提醒他进屋休息 剩下的全部交给他们 他坚持要留下 结果却看见了 米格尔和尼克争执的一幕 因为木头的尺寸不对 尼克认为 米格尔根本不懂组装 他让人送来了两把沙发影 还说在他心目中 新人应该坐在上面念誓词 凯文感觉呼吸不了了 繁琐的婚礼流程 令他心力交瘁 最后只能躲进屋里 图一丝清静 兰德尔总是上后的那个人 但很快母亲找了过来 还与他谈到了 为什么要隐瞒他身世的事 尽管他认为 今天不适合谈论这个 可利贝卡坚持要说 多年前的某天 利贝卡正坐在电视机前 看爱情剧 突然他想起 昨天的比赛还没有看 于是跑去问杰克 有没有拿相记录下 杰克解释 昨晚实在太困了 利贝卡却很生气 因为他每天要照顾三个孩子 一周才能看上一集电视剧 就连去杂货铺买东西 都不敢听到有人谈论比赛 可杰克完全没当回事 剥夺了自己唯一放松的机会 就在利贝卡疯狂吐槽的时候 杰克示意他 孩子们还在呢 利贝卡反应过来 装作没事人 表示爸爸妈妈只是在谈论电视剧 可孩子们也不傻 并且在第二天一早 齐刷刷站在了夫妻俩的床边 利贝卡睡眼朦胧地叫醒了杰克 没想到孩子们这样问道 夫妻俩昨晚的伴嘴 让孩子们以为他们不再相爱 为了给出一个明确答案 杰克播放了婚礼录像 还做到了情景重现 当一家人开怀大笑的时候 利贝卡注意到角落里的兰德尔 呆呆看着录像 从他反复确认的眼神里 利贝卡开始害怕 怕他会想念起自己的亲生父母 所以往后的很多年 利贝卡竭力隐瞒这件事 直到兰德尔找到了威廉 他所搭建的围墙坍塌了 从而演变成深深的愧疚 看着不停道歉的母亲 兰德尔同样眼眶湿润 其实在这之前 他还弄清了一件事 在他刚出生的时候 母亲劳雷尔被毒瘾折磨得不成样子 某天早上 威廉试图叫醒他 可他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威廉害怕地四处呼救 听着医护人员的抢救声 想到过去那些幸福甜蜜的日子 威廉整个人都崩溃了 他坐上一辆没有目的地的车 将孩子遗弃在消防局的门口 便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家 而他也不知道 其实在他走后不久 劳雷尔就被抢救了过来 他追问医护人员 丈夫和孩子去了哪里 可周围人谁都不知道 甚至还说 怎么会有他这样的母亲 孩子不管在哪 都会比现在过得更好 以为被抛弃的劳雷尔 就这样在医院待着 某一天警察来了 劳雷尔因吸毒入狱 五年的时间 让他戒掉了毒瘾 却再也找不到威廉和孩子 他去投奔了远在乡下的姑姑 靠着卖东西赚取一些家用 这天 他遇见了曾经的爱人小海 他们是在威廉之前认识的 那是劳雷尔还是富家千金 父亲严厉的教育 让他滋生叛逆 他唯一的放松方式就是游泳 却被正在打鱼的小海看见 误以为他溺水 而产生了一段爱恋 这段感情存在着阶级性 所以每当父亲问起 劳雷尔只能隐瞒 直到父亲说 要给他介绍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 不愿妥协的劳雷尔 选择离家出走 小海本来想陪他一起走的 可年迈的父母 成了最后一道枷锁 再见已是很多年后 得知小海结了婚有了孩子 劳雷尔只能苦涩一笑 往后的多年里 他们从不说话 只是打个招呼 转眼到了花甲之年 小海的妻子去世 孩子也离开家了 他每天都期待看见劳雷尔 可这天劳雷尔却没有出现 他担心地去找了他 这才知道劳雷尔已经患上绝症 连化疗的机会都没有了 或许是为了填补年轻时的遗憾 小海开始照顾劳雷尔的饮食起居 劳雷尔把曾经的故事告诉他 并期待有一天能见到自己的儿子 但生活不是电影 劳雷尔还是走了 小海本想守着最后的回忆 度过残生 可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在网上看见了兰德尔讲述的 关于威廉的故事 他立马发邮件联系了兰德尔 兰德尔也很意外 他不确定 威廉是否欺骗了他 于是立马带着贝斯约见了小海 听完小海讲述的 关于劳雷尔的一生 兰德尔的心情无比沉重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劳雷尔给他留了一套房子 尽管他并不想要 可这毕竟是 来自一位母亲的亏欠和弥补 他试着走进劳雷尔最喜欢的那片湖 那一瞬间 他们母子仿佛见面了 但兰德尔心中有太多委屈 他永远感受不到生母的温度 得知兰德尔一直压着这些事 丽贝卡满满的心疼 可兰德尔从未真的责怪过他 因为他和杰克给的爱 同样无比珍贵 母子俩真正的和解达成了 距离凯文结婚 也没剩下几个小时 看着他明明很焦虑 还在自己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小美终于忍不住问 迟疑就是最好的答案 虽然小美并不意外 但心里难免会苦涩 他拿出母亲留给他的耳环 告诉凯文 这是母亲最后一件遗物 跟着父亲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 父亲常说 别期待生活有完美结局 所以他跌跌撞撞撑到现在 只是为了得到一些爱 凯文很优秀 但他连最基本的爱都给不了小美 所以在权衡之后 小美决定放弃这场婚礼 凯文怎么也想不通 明明很努力做好一个父亲的他 为什么会走向这种结局 其实相爱很简单的 可一旦牵扯上责任和义务 就会无形之中又多了一层枷锁 没有感情基础的前提下 凯文和小美直接进入了婚姻生活 这种关系注定维持不了太久 即使勉强在一起 旧问题会与更多的新问题产生碰撞 所以一段好的婚姻关系 相爱才是前提条件